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今天是2017年的第一天 也是第一个交易日 那首先我们还是照理来简单回顾一下2016年上一周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市场情况 那么在澳洲方面呢 上一个交易日呢 整体来说市场是比较平淡 虽然澳洲股市整体是下跌了0.6% 但是在整一个2016年呢 澳洲股市还是上涨超过了7%以上 那么其中主要板块里面呢 矿业板块是占据了整一个澳洲股市一个明星的作用 整体的矿业板块呢 是上涨超过40% 但是呢 与之相反的是 之前传统的一些这个防守性股票 包括了这些电信以及乃分股呢 则在2016年下跌比例比较大 那中国方面呢 在上周五呢 最后一个交易日里面呢 勉强爬回到了3100点 但是2016年的整体来说 中国股市依然是处于一个下跌阶段 虽然在最后的两个月曾经努力是想回到3300点的行列 但是最终依然在最后一个月呢 是被打回原形 依然目前是在3100点左右徘徊 那么欧美方面呢 欧洲在上周五呢 有轻微下跌 但是整体来说 欧洲股市呢 在2016年是遭遇了过去三年来以来的第一个整体的下跌 其原因呢 也是由于英国的退欧 使得呢 投资者开始怀疑 这个欧盟以及欧元区可能解体的可能性 而美国的股市则是2016年全球股市里面的一个闪耀的明星 包括了道琼斯 纳斯达克和标普500三大指数 均创出了美国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 那么除了股市之外呢 另一个我们要不得不说的话题就是石油和矿产 在去年整一个年度呢 这个石油价格上涨幅度达到了43%以上 而矿产呢 更不用说 其中焦煤和铁矿石呢 涨幅分别是超过了70%以上 那么在另一方面 黄金价格呢 从年初的1000出头到11月初的时候呢 曾经到过1370 但是呢 非常不幸的是呢 这1370的价格在最后的一个月 特朗普上台以后呢 从1370调到了1030附近 那最后呢 美元价格也是在过去的四年里面是连续出现了上涨 那么使得美元现在的这个美元指数啊 已经创出过去四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那么另外一条对于我们华人朋友们比较重要的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外管局啊 在上周周六白天时间呢 发布了最新的消息 那提出呢 这个个人购汇以及换汇呢 将会使用更加严格的方案 那么今天的热门话题我们就